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经贸的 经贸的这一张牌 其实让很多的业者真的是穿了一带 你有没有注意到经济部的回应是非常的虚弱的 就他根本就无从骂起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次要去调查贸易壁垒 其实台湾确实理亏 两岸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呢 台湾单方面的片面的禁止中国大陆两千四百六十项的产品 不准销往台湾 有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就之前闹过那个什么螺丝螺丝粉有没有 其实就是那两千四百六十项其中的一项 对 还禁掉了我的麻辣花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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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 他其实当然违反WTO的规定 可是呢 大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台湾也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这里面大概农产品的部分还有一千零六十六项 然后呢 这个制造业的部分大概有一千三百九十项 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项目 连美商就是在台湾的美商工会 他们都说 美国商会都说这个不太适合吧 因为有一些都影响到他们在台湾的投资 我没办法进口廉价的原物料 对于我在这边做成加工品 然后再出口其实是有害的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理亏 中国大陆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昨天他一说要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进一步就说 我们来谈吧 我们来谈看看吧 好理亏的样子 我不同意奉心讲的台湾觉得自己理亏 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不管哪一个部会的首长 都理不直气还做好 就是每一次呢 当当你的农产品呢 被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骂 说的 说大陆打压会打压你怎么拜托 那是片面的呀 对 全部都都是都是片片面的 以去年来讲 大陆呢从大陆大陆呢从台湾的台湾的进口呢是一千五百五百多亿 然后呢台湾的从从大陆的进口呢是八百多亿 所以二两千三百多亿跟八百多亿 所以台湾呢就是净顺差呢还有一千五百多亿美金 那这种的结构呢其实本来就非常不合理 我说固然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是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把这个顺差拿掉了之后台湾是逆差的很很严重的我们如果以台湾海关的资料啦因为大陆海关跟台湾的海关的这个数字会有点差距 去年大概因为牵涉到运输的关系哈那么以台湾的这个资料来显示我们对于大陆的顺差是一千亿 是我们对全世界的顺差也不过只有五百亿哦 所以如果我扣除掉对于中国大陆的一千亿顺差的话我对全世界应该是逆差五百亿 是 再加上呢 以以台湾来以中国大陆来讲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到中国大陆呢从二零一五年之后呢成为呢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顺差国二零一一七年之后之前大部分都德国 好那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顺差国而且呢跟德国的差距呢突然拉的非常非常大 换句话说呢过去呢大概有有隔八年十年左右 中国呢在追赶追赶德的德国呢其实很很近那甚至呢主客意味可是二零一八年之后呢大德德国已经不可能在在超过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 可是中国的逆差最大的就在两岸贸易上面对你大陆来讲最大逆差就在两岸贸易上面你也看到了中国呢从从去年开始在整理许多的商边经贸关系的时候对于大顺差国 中国跟大逆差国他都在进行结构的调整大顺差国比如说对美国 对对美国他享有的巨额的贸易顺差美美国呢就在修修修理大陆对中国享有的巨额贸易顺差的现在大概都是以人民币的本币交易的方式在处理唯独台湾没有处理 他们我当今天台湾在在谈到这件事事情的时候我说实在就是大陆今天呢对台湾所所进行的所谓的贸易方面的调调查 我们跳跳开政治 持平而论台湾人必须要知道 名正言顺 他对台湾的调查极合理 尤其民进党如果认为我不接受九二共共事我不接受两岸一家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国家你必须要认清楚你就单纯的把中国大陆呢当作是 WTO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一个一个会员国你就从会员国的角度去跟大陆看他有什么不合理 现在我们所享有的光就ECFA的框架来讲ECFA都已经是不合理的因为 在世贸的规定里面 像ECFA的这种的这种的所谓的片面的短时间之内的片面最惠国 我给予就说比如我在跟东盟在这在在台南中国跟东盟FTA的时候中国也给东盟10年的 类似ECFA的这一这这种的片面最惠国待遇 好这片面最惠国待遇就是10年 在在WTO的这个精神 就是说你要在10年之内 让他落落日 然后呢正式签下了你们的双边的FTA 可是台湾10年早就过了 然后呢服帽的都都都已经被卡死了 货帽也没有机机会了 你服帽货帽没有了结果ECFA的好像就正常化了 ECFA不是一个正常的存存在 ECFA呢我片面的让利 那个呢是基于对未来的共同的美好 就像的男女交往的时候 男女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以结婚为为目的 所以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婚姻 可是我赚的钱都存在你你那里 我们买买房子投资的都都都在一起 让给你点没有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要长长久久久 所有的ECFA的类似这种的片面让利 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于未来签署 一个正式的FTA 是有共同的承诺的 台湾没有啊 台湾的当当你呢把服帽吃了 把货帽货帽吃了 2016年蔡英文上来了之后 ECFA你连动都没有没有动 每次的ECFA里面的农产品 一旦的大陆方面 不管你认为他的理由是什么 停止了之后就就出来骂 说大陆的打压大陆什么 你到底在骂什么东西呢 应该就对你处理的对 我们国与国之间就应该对等的交往 你要拿出你台湾国的精神 拿出黑熊精神啊 拿出黑熊痛扁的小熊维尼的精精神 去跟他谈啊 结果呢你现在你到底在装装什么东西呢 所以现在的两千五两千三百多项的调查 两千四百五十五项 好他基本上就在告诉你 全贸易品 比较当着你不包括两岸主流贸易的科技产 产品了 科科技产品都都不在里面 但是除了科技以外 剩下的百百分之三十的贸易品 全部进来 那如果这东西的谈不完 他几乎也在告诉你 到明年的 五月五月十九号 新任的总统选拽要就职前 之前 他调查完毕如果双边的 那没有呢任何的新的协议的完成 EKFA大概就结束了 这也是为什么企业界在这边忧心忡忡的重要原因